他曾在赵本山一无所有的时候一无反顾地嫁给了他 可最终却在赵本山大红时被抛弃 离婚后的他独自扛起抚养两个孩子的责任 摆地摊,当洗碗工,做营销员 几乎所有能靠劳动力赚钱的活他都干过 尤其是在儿子去世后他更加发奋图强 最终凭借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变成今日的百亡富婆 他就是赵本山的前妻葛淑珍 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个平凡女人的不平凡世界 葛淑珍出生于两宁省开元县莲花香史农村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 因为性格内向笑貌平平 在应该结婚的年纪还没有谈论的对象 所以19岁的他竟然介绍认识了隔壁村的穷小子赵本山 1957年的赵本山出生在东北田岭的一个农村家庭 每天的日子虽然吃不饱穿不暖 可一家人也还算简单幸福 可这样的生活赵本山还没有享受多久 母亲就遭遇变故患症病去世了 父亲也抛下他一个人远走高飞 另一年赵本山才仅仅只有六岁 一夜之间成了过滑的赵本山彷徨无措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只能靠乡亲和乡镇赏饭吃 为了生存 小小年纪赵本山便开始跟着忙让二叔学艺 吃苦耐劳的他很快就在二叔的功夫学到了家 也为他之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监视的基础 而当时赵本山在认识葛淑珍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现取一团临时工 能去让媳妇就已经很高兴了 根本就不会在乎眼前这个女人是丑还是好 就这样年轻弃生的两个年轻人结婚了 从此便打开了两人再也不能平凡的生活 婚后葛淑珍很快生下了女儿赵玉芳 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 赵本山便拉着二胡到处演唱 而葛淑珍安安分分守在家中干农活和家务 三年后葛淑珍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大儿子从小就体弱多病 甚至还是一个先天性聋哑人 儿子出世让原本不富裕的家庭选上加双 可他们却从来没有喊苦喊累 甚至为了一家四口赵本山更努力了 1982年 辽宁省举办第一届农村消息条演 赵本山在李中堂与崔凯合作的 拉场戏摔三弦备受观众喜欢 而赵本山也凭借在剧中扮演的 盲人张志一举成名 之后便被调到了铁岭市民间艺术团 与潘长江合作的二人传大观灯 可谓是红遍了整个东三省 然而赵本山真正的命运转集是在1987年 经江坤介绍赵本山正式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凭借何宋丹丹合作小品 昨天今天明天白云黑土这一组合正式被大家熟知 之后又凭借小品相亲 赵本山真正爆红走进了千家万户 从那时起连续21年的春晚 铁岭赵本山从未缺席 而他在春晚上的每部作品几乎都成为了经典 每年春节晚会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往往都会是本山大树的小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赵本山的名气越来越大 他和葛书珍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这时的葛书珍一度觉得自己配不上赵本山了 甚至自卑道连给他打个电话都没有勇气 要知道他们可是夫妻关系 最终赵本山向葛书珍提出了离婚 听到这个消息后的葛书珍哭了 但是没有吵闹 因为他知道这早在冥冥之中就已经注定好了 1991年5月两人离婚了 结束了这段长达12年的婚姻 赵本山知道自己对不起葛书珍 便选择精神出户 一次幸福给妻子和孩子 生活费 抚养费总结25万 还将一辆下了一车和一趟房子都留给了葛书珍 就这样 被赵本山抛弃的葛书珍 开始走上了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艰辛之路 为了更好的抚养两个孩子 葛书珍决定不再改嫁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亲 父母永远总是会以牺牲自己为前提 去给孩子们换来美好的生活 因为没有文化没有技术 所以他只能充满自己的劳动力 来换取微博的工资 去火锅店洗碗 摆提他卖袜子 不管什么脏货烈货他都不在乎 只要能看到儿女幸福的笑容 他就先满意足了 可事情的发展没有像葛书珍预期的那样 1994年冬天 一哥哥从家里传了出来 儿子赵铁丹因为心脏病发突然去世 这一消息可谓是将葛书珍彻底击垮 悲痛欲绝他整日郁郁寡欢 甚至因为伤心过度几度病倒 就这样萎明不正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葛书珍选择重新振作 因为他还有一个女儿等着他养火 为了能让女儿友好的生活 葛书珍不顾家人的反对 投资运人去往铁领再次踏上了打工之路 但没有文凭又没有技术的葛书珍 要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谈何容易 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劳动力 写完工服务员等葛书珍几乎全都做了一遍 只是为了能让女儿过上跟别人一样的好日子 而女儿也并没有让葛书珍失望 1999年女儿赵鱼芳成功被大连外国语权录取 这一消息无疑是给葛书珍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安慰 人让她的付出收到了回报 最在葛书珍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时 赵本山的事业也一度达到了最巅峰 凭借和宋丹丹合作的小品 昨天今天明天 白云黑土这对不适夫妻却甚至夫妻组合 正是享受大战难被被全国观众所熟知 当然赵本山成功也不是随随便便的 她的背后也蕴藏着无数的辛酸和努力 要知道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走到如今万众瞩目的本山大叔 这需要奔多高才能够得到这个标签 看到前妻窘迫的生活后 当时拥有巨大的财富的赵本山一场心疼 便想把她安排了进自己的公司去工作 可葛书珍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她不想在离婚后还成赵本山的情 用她自己的话就是 赵本山是赵本山我是我 我不能砸她的招牌 同样我也不能砸我葛书珍的招牌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 葛书珍是个非常自立自强的女人 几年后女儿赵玉芳成功从大连大学毕业 并且还在大连市找到了一份办公室委员的工作 不仅如此赵玉芳找到了自己幸福的归宿 看到女儿终于能独立照顾自己后 葛书珍也开始为了自己的生活打拼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 葛书珍碰到了一家 名叫味珍香的即将倒闭的饭店 当时葛书珍便当机力端花两万块钱 盘下了这家亏损店面 因之前的饭店老板 经营不善于经营 做出的饭菜量不足 而且味道还不行 导致饭店的客人越来越少 最终走向倒闭 所以在葛书珍接手过饭店后 便加大了菜品分量和味道改良 还对饭店的厨师和服务员们 做出了新的标准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家店便重新有了起色 越来越多的客人前往葛书珍家光顾 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 现在的葛书珍早已经成为了一名百万富婆 真正凭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下 如今葛书珍已经60岁 他已经渐渐不再为事业而忙碌了 真心地陪伴这外孙子 当年的心酸王室已经消散如烟不可追忆 尽管自己的人生还没有一个温暖的港湾 可他依旧很享受自己现在的生活 很多人肯定会说 葛书珍明明可以依靠赵本山 不用那么辛苦一个人承担下所有 但就是因为葛书珍这般倔强 才让他在离婚后涅盘重生 他不仅是所有女性的榜样 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至于葛书珍和赵本山婚姻的失败 到底该乖罪于谁 首先也没有必要去纠结了 只希望他们在之后的日子中能幸福健康 不知道大家觉得葛书珍这样的女人 值得我们去敬佩吗